中大六教授拍片 博末日迷思 后天12月21日就是传言玛雅历法中的世界末日 中央大学天文所六位教授为破除这个迷思 制作了七段影片放在网路上 以天文学的观点告诉大家 世界末日绝不会是后天 结束并不代表没有新的开始 所以2012绝对不是世界末日 大家 我说房贷还是要造脚 学生还是要造考 生活是要造过的 有一种说法是说 在2012年冬至的时候 这个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跟我们的太阳与地球会连成一线 因此对于地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以至于造成地球的毁灭 但是事实上这个黑洞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远 所以它对地球所造成重力的影响 只有太阳对地球重力影响的一兆分之一 因此无论它是否跟太阳连线 对我们的地球的影响都是维护其为的 所长高仲敏表示 他们透过银河黑洞 太阳风暴 外星人 地磁逆转等七种不同末日方式 向民众解释 这些宇宙现象不见得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学校也会在21号举办晚会 由天文所教授带领大家 探索末日传言的来龙去末 动新闻桃园报道